好 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中天对上NCC的无理判决又一胜了 这个案子呢是邱逸营的 大家卖离开的诉讼 NCC提起了再审 遭到了高等行政法院驳回 理由是再审无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 原确定判决之判决基础 并无逾越前审第二次判决确定之事实 好 第二点 原确定判决就卫广法第27条 第三项第四款之适用 上南卫嫌有错误 第三点则是提到了 原确定判决并无错误 适用行政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 第四点 原确定判决并无适用行政诉讼法 第125条第三项规定 显有错误之请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其中第四点 是要说邱逸营的卖力亏 有没有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好 简单的说 其实就是没有违反 判决书当中还写到了 戏征节目乃依新闻节目 不问系以事实为基础之报道 或是评论 原确定判决 论述很清楚 被告有相当理由确信 这个新闻所传播内容为真实 难认该新闻之制作 违反事实查证的原则 好 再来看到最后的结论是 本件所为审查 系针对再审原告 我之主张再审是由 也就是说呢 对于那些适用法令 嫌有错误是否成立 而非对于邱逸营在造势晚会上 是说大家没有离开 或是大家不要离开的真实情况 好 因此呢 根据上论节 原告就是NCC提起本案再审之诉 男人有再审理由 应判决驳回之 我们再来看到 本届历次判决情形是 一审中天胜 二审中天败 跟一审中天败 跟一审上诉中天胜 再审中天胜 好 现在呢 中天对于NCC的抗告 加起来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是第17审了 针对这个部分呢 时事评论谢寒斌说 难道陈耀祥想要挤满20次吗 好 另外对于蔡英文 八折NCC不放 谢寒斌认为 是不是蔡英文怕有事情 比如说进电视的审核 有什么内情 最后会烧毁到他的身上呢 我是觉得其实 缠斗了这么多年 这个NCC真的是有完没完 而且他一直在争执一些 很无聊的事情 老实讲 邱英那天讲的 到底是没离开 还是没离开 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真的是很无聊 这种东西你也要去争执 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 就罚你20万 然后就这样跟你缠斗了这么多年 然后现在败诉了 然后怎样 他也是死不认错 你去问陈耀祥 陈耀祥说 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拜 那怎样你已经拜了17次 还不够多吗 还是他希望在他离开之前 要积满20次 我不晓得 其实是有机会 因为你们还是有官司在打 对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NCC这个单位 本来就已经丧失了 它存在意义 本来你陈耀祥的这个单位 是应该是要去提升 整个这个包括数位啊 包括这些影音的播放品质 要让整个更提升 结果不是完全被执政者 拿来利用为斗争的工具 就是所有他不想听的意见 就直接这样破坏掉 那现在你没有注意到吗 蔡英文都还不想放手 他过几天已经要滚蛋 他都还要再去提名NCC的主委 他就是不愿意放手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工具 对民进党有多重要啊 而且他连让赖清德来去提名 都舍不得 你是说前置言论自由的工具 对他来讲特别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 对蔡英文来说 如果放弃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会直接损害到他 因为你想想看嘛 因为他到最后阶段 还一直要扒着NCC 是不是怕 如果他不再掌控NCC了 是不是赖清德 一定不管了 NCC之前到底什么 审核进电室的 那你把火就会烧到他自己吗 对 就直接 是不是会直接烧回到蔡英文身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